你不聽我的話 我把你鴻海財產沒收 我會說Yes Please 高涵不怕中共威脅沒收鴻海 但富比市今年公告郭董的個人資產 約新台幣2355億元 排名全台第六 身為鴻海大股東的他 光今年鼓勵就有92億元入袋 資產恐怕無法和鴻海脫鉤 跟中國這邊能不能做完全脫鉤 但當然其實不是不行 因為郭台銘還是持有 大概富士康12.5%的股權 所以他還是鴻海的大股東 郭台銘的犧牲 代表他鴻海的股權的犧牲 那也代表了鴻海所有股東的股權的犧牲 這個他比較像是選舉語言 而不像是一個真的在經濟層面上 會發生的事情 鴻海富士康不只在中國打造 主要的生產基地 鞏固全球電子代工巨頭地位 還在當地建立金融帝國富龍小代 跟中共的政府其實互動 這個影響的頻率 可能要跟以前比起來 搞不好會來的更高 不會更低 為什麼 因為他跨足的像金融的領域 這個就跟製造業的差別 在於這個是屬於特許的行業 鴻海二十八號緊急發聲明 澄清郭董四年前交棒 不再參與公司管理 也強調鴻海不會參與政治活動 但是郭董為選舉言行不顧 八十萬名鴻海股東全益 這不是頭一樁 我相信大陸當局不會來威脅台灣 甚至威脅鴻海停工 那也不是我的決定 如果鴻海停工呢 台積電的半導體要交哪去 對於郭董過度的政治熱衷 謝金河也曾痛批 不以為然沒有絲毫的台灣心 鴻海二十八號股價冷淡 以平盤作收 但鴻海科技日 每年選在郭董生日 十月十八號登場 就怕變調也變成造勢活動 鴻海集團在中國投資龐大 這恐怕成為郭董 難以切割的中國節 森林新聞綜合報導